hello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测评牛奶 其实前几天我发了一个动态 我在动态里边召集小伙伴们 把你们自己平时喝的牛奶 或者你们感兴趣的牛奶打在评论区 于是乎我就收到了很多小伙伴的留言 我们从几百条留言中一条一条的筛出来了 大家提到的牛奶品牌最多的 今天我把这些品牌都买了过来 做一个盲测的行品 这八个品牌分别是猛牛 味全 明智 必如超级奶 光明优备 优诺4.0 河马日鲜 河马4.0 我先把每个品牌的蛋白质含量和脂肪含量 统一放在这里供大家参考 这两个含量对牛奶的口感影响会比较大 从口感的角度来讲 蛋白质含量影响牛奶的香醇感和甜感 脂肪含量会影响牛奶整体入口的触感 比如牛奶喝起来厚重或者是寡淡 首先我会先喝一下它凉的状态 再喝一喝热的状态 最后我再测试一下每个品牌它加咖啡的味道 说实话好长时间没有做这种横向的盲测的视频了 我记得之前我经常做一些咖啡豆的盲测的视频 很多小伙伴都蛮喜欢看的 但是现在呢就是我们自己有了自己的咖啡品牌 所以说呢我们最好就不去做咖啡豆的测评 那牛奶我们至少还可以再做一做对不对 我现在都已经不知道哪个是哪个了 我从这边到这边一次喝过来吧 好吧 先喝下这个 哇 这个牛奶味好厚重啊 凉下来的时候它喝起来就是很厚重的牛奶的味道 甜感还是蛮高的 接下来我喝下第二杯 第二杯呢是有一点轻盈的味道 喝起来非常的淡 有一点水水的感觉 它和第一杯呢是差别还是比较大的 接下来喝第三个 第三个的味道喝起来是有一点点 这种轻的味道也是有点水水的 奶香味是属于中等的这种感觉 然后呢它的甜感要比第二个的甜感要稍微的高一点 但是它有一点点的奶腥味 再喝下第四杯 哇 第四杯和第一杯真的很像 既有厚实的感觉 又有奶香味和甜味 口感是比较自然的 再喝下第五杯 清淡水水的 接下来我们喝第六杯 是比较水的 但是喝起来蛮甜的 它的甜感要比之前的这杯要足以七杯 它是属于偏平衡的这种感觉的 没有那么重的重量感 喝起来甜感适中 接下来最后一杯 寡淡的感觉 有一点水 另外它的甜度也会偏低 八杯喝下来了之后呢 至少是我到现在来说我没有讨厌的这种味道 从口感我自己可能喜欢稍微偏厚实一点的 甜味稍微高一点点这种牛奶 所以说第一杯的话呢 它整体的感觉会更加的厚实 而且高甜感 这一杯呢 是必如的超级奶 是偏厚实的 甜感比较高的 然后这杯呢 是荷马的4.0 就是说这两个的话呢 都是偏厚重感的 然后呢 甜感也蛮高的 八杯的冷的状态的时候 哎 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这两个 OK呢 现在呢 这是已经加热到了60度 而且呢 顺序又重新的打乱过了一次 所以说呢 我再喝一喝加热之后的一个味道 是喝起来感觉清飘飘的 水水的 这个感觉甜感一般 然后再喝下第二杯 哇 这个加热之后感觉奶香四溢的感觉 甜感蛮足的 这杯喝起来还是挺顺的 然后第三杯 这个喝的时候呢 就让我想起来了 我小的时候 我们每家每户订牛奶的那个味道 很像猛牛的那种 我不知道是不是啊 但是我觉得有点像的 就是有点水水的 有点滑滑的甜甜的这种感觉 好 再喝下第四个 哇 这个跟第二个其实有点像啊 然后呢 它的厚实感比第二杯稍微的略低一些 但是呢 奶香味很足 这杯也很不错 好 再喝这杯 这杯加热之后我觉得 它也不甜 微微的有点奶香味 但是呢 它有比较明显的奶腥的味道 好 接着个下一杯 这杯喝起来也很不错 喝起来是甜感比较高的 滑滑的这种感觉 嗯 整体的奶香感也很足 下一杯 有点寡淡 但是甜感很高 奶香味略低一些 好 再喝最后一杯 最后这杯呢 它是我喝的这么多杯里边的厚实感是最低的 甜感也是最低的 奶香味也是最低的 说相比别的奶香味以及甜感的话 它会略弱一些 但是吧 它不难喝 OK 这三杯呢 是我选出来的 再看一下这热的时候的这三杯它分别是什么 这杯还是必如的超级奶 我再看一下第二杯 这杯呢 是明智 还有这杯我再看一下 这杯呢 是河马4.0 这三杯是热的时候 我觉得表现很不错的 我其实很好奇 这杯就是它的甜感也很低 然后厚实感也很低 奶香味也低的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河马日日鲜 最便宜的 OK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会把这些牛奶全都收掉 来搭配一下我们的咖啡豆 中生烘焙的这个颠山牛子的豆子 用云南和巴西平配的 它口感是偏焦糖以及可可的感觉的 它非常适合搭牛奶 我先喝下这第一杯 咖啡的香醇味会更浓郁一些 更重一些 牛奶的奶香味会略低一点点 再喝下第二杯 咖啡的香味为主了 奶香味和奶甜味会略差一些 接下来喝第三杯 第三杯就很不一样了 它的奶香味非常足 牛奶和整个咖啡豆 它的融合感很交融 它的液体感很好 我觉得我可以先把这杯先拿出来 我再喝下第四杯 不是第四杯 其实我不用喝 我就知道是因为 我刚才在打奶泡的时候 我就发现了 这个光明的优备的这个牛奶 就是打完奶泡了之后 它立马就消散了 所以说它这个奶泡 现在上面是没有奶泡的 刚刚倒出来 它奶泡就哗哗就全消散掉了 所以说这杯 只是看奶泡 我就知道它是光明的优备 然后它加了这个咖啡了之后 喝起来有一点奶腥味 甜感也一般般吧 我看一下是不是优备的 确实是优备的 好 接下来喝下一杯 哇 这个也是 跟这杯的调性很像 它首先喝起来 第一口 它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 牛奶的甜感 然后喝完了之后呢 它的咖啡的余韵 以及回甘才会上来 平衡的非常好 这杯也很不错 下一杯 能感觉出来 它是有点色色的这种颗粒感 它没有像这两杯一样 圆润度啊 顺滑度啊 非常棒 但这个呢 它喝起来就是感觉 有点粗糙的这种质感 我不知道是哪个牛奶 但是我觉得这杯就一般 再喝下这杯 这杯的话就是 主要就是以咖啡为主 它喝起来就很像cappuccino的感觉 奶香味就一般般 甜度也一般般 OK 再喝下最后一杯 最后一杯呢 嗯 奶香感很足 喝进去了之后呢 也有咖啡的香气 所以甜度稍微的略低了一点点 但是我觉得在整个表现中也很不错 我先备选一下 我再跟 啊 这两杯再对比一下 我觉得还是选这杯吧 因为这杯它整体的奶香的口感 以及甜度 它也没有抢咖啡的味道 所以说我觉得这杯也很不错 那揭晓一下 看一下这三杯分别是什么 我先看一下这个 第一个 明智 然后第二杯 碧如超级奶 哇 看来碧如超级奶 甚至蛮厉害的 对吧 凉的 热的 加了咖啡的 我好像都选了它 好 然后第三杯 河马4.0 这三个是不是跟这个选热牛奶的时候一样的 我看一下这边呢 河马日日鲜 哦 我没有选它 卫全我也没有选它 优诺4.0这个没有选它 猛牛我也没有选 虽然说是盲测 但是也是偏个人主观的一个味道 那今天的这个视频其实就差不多了 希望能够给到大家一些 你在牛奶选购时候的一些参考 如果大家想要尝试我们咖啡的话 大家去尝试一下我们的 天山牛子的这款咖啡 真的非常适合搭配牛奶的一款 咖啡的大家可以去试试看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